唱起這首歌是不是真的會讓你想起那一段拍偶像劇的日子 其實每一次唱這首歌就是有很多微笑pasta的畫面 畫面經過 聽說那段日子好像特別辛苦對不對 滿辛苦 因為幾乎每一天都要凌晨三四點四五點就要爬起床 然後就拍拍拍拍拍到星雲的話可能九點收工 然後回去睡個覺卸個妝什麼弄得來十一點睡覺 然後三點又爬起來 如果萬一比較不幸的話呢可能就沒得睡 真的你一天工作真的是十幾二十個小時的感覺 拍戲的時候是 每一天連續這樣子 呃 除非我出國除非我回來馬來西亞 或者是可能去去內地啊或者是去什麼地方 就是待在台灣 可是還是工作 待在台灣就是每一天拍戲 那其實錄音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難忘的經驗 比如說唱過什麼歌曲你覺得真的是 感覺上好像要哭出來的感覺 我其實最近錄了一首新歌 因為比較近啦 就是上幾個禮拜錄了一首新歌 就是 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它是其中一首歌 但是不是我整張專輯的一個方向 就是那首歌 我覺得怎麼好像我的歌越唱越慘 像我第一張不是唱《極模邊界》嗎 然後《痛徹心扉》 然後這張有 那天剛錄了一首就蠻悲的歌 然後錄音師說他聽到要去歌賣那種 我會覺得說真的有這麼慘嗎 但是就是那一首歌其他都很開心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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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覺得真的要有 動糧這樣子的實力 才能唱到別人真的是觸動人心 不然錄音師不會覺得說 就是因為你有這樣的實力功力 然後自己也感覺上很慘對不對 而且我也沒有試過 譬如說在錄音師裡面待不下去 通常都是錄音師或製作人說 欸 休息一下 我就出來 那天的時候說 欸 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因為那首歌真的很慘 很慘的感覺 對 好 那麼希望能夠聽到 動糧來親自演唱這首很慘的歌 很快 新專輯 對 那麼其實現在就要帶來 今天晚上最後一首歌啦 新年歌 來開開心心結束今天的音樂會 對不對 我們掌聲鼓勵賀新年 謝謝 好 主聲声醉的香油原 很心念初心念 新年啊天咧 拋住深深摧的香油原 很心念初心念 新年啊天咧 岁月悠悠 光影露界 挥手往事如烟 透枯心酸 期望从今万事如约 新年初新年 新年大年年 岁月悠悠 过了太平原 和新年初新年 新年那年年年 抱住声声吹着香油脸 而新年初新年 新年那年年年 岁月悠悠 光影如年 挥手往事如烟 透枯心酸 希望从今万事如约 而新年初新年 新年那年年年 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原 挥手往事如烟 透枯心酸 希望从今万事如约 而新年初新年 新年那年年年 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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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都过得太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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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都过得太平原